这盘棋可给大魔头给气坏了 大战优势的情况下 一步漏招 让王蝶锤逆袭翻盘 我们来看精彩实战 蝶锤当头炮 大魔头把马跳 从其上马 给他出狙 从其并没有出狙 选择了一手兵器禁忆 推其进足 从其这时候再出狙 推其上马 从其没有汇聚过河 走了一手马八进七 那走到这儿 黑棋一般的都是走炮二进四 从其并无尽一 黑棋再炮八进四 那这个黑棋呢 知道红的擅长对付这个双炮过河 所以说呢 他没敢双炮过河 走了一手像 红棋呢 也知道黑棋的厉害 走了一手稳健的熏河炮 中炮熏河炮 双方啊都是内线运作 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开局 黑棋呢 不甘寂寞 选择炮高二 以后准备上马打鞠 红棋呢 会鞠过河 黑棋再退一手炮 下一招准备冲足大鞠 再次强先 红棋把鞠退回来 黑棋再高炮 你要是再把鞠点进来 他就再把炮高起来 再把炮退回去 你退回来他再高起来 那这样呢 肉麻合棋 那你想肉麻合 那铁锤是坚决不同意 就选择了上马 那黑棋呢 就上马打一下鞠 红棋把鞠躲开 黑棋踩进来 红棋把中炮拆开 黑棋先补一手试 那红棋呢连向 黑棋在平炮亮鞠 红棋呢 就太足 先捞实惠 黑棋进去 扮住这个小马 以后呢 就有踩相 打马 多吃一相的手段 那红棋也不怂 出个相位鱼 下一招掩护着 这个兵要往前冲 那黑棋呢 先把炮躲过来 红棋也是冲兵 那黑棋现在 马炮受到牵制 他不能踩相 他就先退炮 退炮找个根 以后来踩你的相 红棋呢就平兵 不让你这个鞠出来 封锁你的鞠 那黑棋呢就动手了 踩相 红棋向掉 黑棋再打掉 你要是打掉 那人家吃掉 他吃着你的相 而且你这个炮一过来之后啊 这边对鞠的封锁也没有了 那红棋呢就选择退鞠 牵制住 那黑棋也并没有选择 平炮弹子住 而是选择来一将 跟他交换 不敢相 像的话吃鞠 只能知识 然后呢 他再把鞠吃了 红棋是选择用试吃掉 用试吃掉有什么好处呢 你要用炮打 我就说了 就封锁不了这个鞠了 而且呢 你用炮打 以后他炮躲开 带于平炮 有重炮杀的这种手段 那现在吃着炮呢 自己把炮躲一步 红棋呢再高据 飞起呢 退回来 打马 红棋呢就进兵 你打我的马 我吃了我还威胁住你 这个小马 飞起呢出鞠 红棋说 我这子力不动 我就是封锁 不让你出鞠呢 那能让你出来吗 回马打一下鞠 飞起这个鞠 不好意思 再倒车入库 强行选择上马 红棋呢 进行手炮 黑棋呢 也来一个 骑荷炮 打你的鞠 准备 打破这个封锁 那红棋呢 选择鞠退回来 黑棋呢 就再来一门大炮 双炮秒你的马 你马一走 他马一走 那红棋呢 在这里 选择了一手 飞龙在天 气象 延缓你的 这个反击的速度 那黑棋呢 也不客气 照单全收 你给 我就吃 红棋呢 在退炮 下一招 准备给你来一个 重炮 黑棋 退炮 红棋平过来 你还是不敢打马 你打马 我打你的炮 然后双炮 打着你的马 打着你的鞠 黑棋就丢死了 这时候呢 就把鞠躲开了 那红棋呢 把马飙进去 现在呀 踩着你的包 打着你的马 黑棋看 我这个炮有根啊 他把马跳进来 红棋呢 就浸泡 继续跟他交换 那这个炮 你要是再躲 那红马呢 还准备 突进去卧槽去呢 那他只有交换了 红棋给他踩掉 他现在不能吃兵 他有卧槽的这种手段 那黑棋呢 就退炮 看住这个卧槽 下一招准备吃兵 那现在 黑棋多两个象 还有一个过河足 红棋的这个阵型比较散乱 罢型也乱了 一旦让这个黑棋再杀出来 那就难以抵挡了 或者说呢 他选择了一手下兵 黑棋呢 就吃个室 以后准备泡个泡 描翠花 描住你这一串 拉住你 那红棋呢 先打一下锯 试探一下黑棋的硬招 黑棋呢 他选择了 巨战类 红棋呢 平平过来 黑棋选择落势 现在吃着你的小马呢 红棋并没有选择 来一间跟他交换 而是选择高居 扑中这个马 继续封锁你的居 那黑棋说 我这一个大居 不可能让你关在家 不干活啊 他平过来 再抓一下炮 红棋把炮躲开 黑棋呢 在进居兵线 准备杀川 红棋呢 选择往下冲 黑棋在这里啊 可以考虑啊 杀一将 他没有 他选择了高炮 来拉住你一串 那红棋平兵 黑棋选择打掉马 你不是叫杀吗 我给你马打掉 炮护住底线 红棋选择的是平炮 他为啥不吃这个炮呢 他吃这个炮啊 是害怕什么呢 害怕他来一将 然后啊 再过来跟他对聚 这个棋你要不对 人家又把兵吃了 你把聚对了 他踩掉 以后啊 势必形成什么呢 马三个兵 对你这个炮双兵 人家势将权 你只有俩势 那这个棋呢 是必胜残局 下起来很痛苦 说上呢 红棋呢 不想下这么痛苦的残局 他把炮躲开 宁肯少个子 也要保证这个 鞠炮兵对你的一个攻杀 那黑棋把炮搞起来 这样呢 黑棋呢 又多一个大子 最关键是啥呢 他都炮不离开内线 你这个进鞠将不是杀 落个式 你不能用鞠吃 用鞠吃炮打了 你用冰吃 他上来 你再退一将的电炮了 那红棋呢 把炮伸进去 下一招啊 准备 平鞭炮 再下毒 那就不得了了 黑棋呢 选择了退鞠 来跟住 这招退鞠跟呢 就不如啊 吃一将 然后啊 平鞠跟 这样呢 以后还有平炮将 进马将 这个鞠马炮啊 是连弓带手 他呀是选择了退鞠 来跟住拦住 不让他撕鞭炮 那现在这个鞠炮兵 这个三个子的位置不对 同期呢 就选择了平鞠 以后准备进炮将 给你来炮点弹杀 也叫死亡翻滚 那这时候啊 黑棋选择来手禁足 这招禁足 应该说是一部 致命的败招 他忽视了 或者说 没有想到 同期的这个鞠炮兵 会有如此的杀伤力 这个棋啊 还是应该禁居 以后吃中兵 他一禁足之后啊 这个 王铁锤啊 焦躯一颤 凤眼圆征 激动坏了 为什么呢 这里面啊 有好棋了 朋友们 有什么好棋呢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红棋啊 浸泡一将 那黑棋只有知识 这时候啊 藏着一部 惊天大妙手 什么妙手呢 那就是啊 纵兵一将 这招棋一走出来 那 让这个黑棋啊 就大惊失色了 六生无主 为什么呢 现在泡兵双将 你只能用老将吃 那红棋呢 再打势一将 你怎么办 只能上老将 再退炮一将 一知识 人家呢 把你的这个法拉利呢 给你开走了 本来是大战优势 怎么走 怎么赢得起 转眼之间 法拉利没了 车轮没了 那这还玩啥呀 可给黑棋郁闷坏了 最后啊 他又挺中来一将 同期把市一退 黑棋呢 再跳个马 以后准备握一将 整个炮再拼足 这种来杀 那红棋呢 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我手足内线先 你来一将 我就出来 你不管先拼足也好 先拼炮也好 我把市一吃 手足这条线 那黑棋呢 就先拼足 现在是个叫杀 跳一将 平一将 这是一个连杀 红棋呢 就退一将 你要落个市 他把足给你干掉 他选择下老将 那他也是把市吃了 那他把兵一吃 红棋呢 再给你架个中炮 准备打你的足 黑棋再把足平开 红棋呢 一点骚扰的机会 也不给了 把帅平出来 那黑棋一看 那你这马炮 肯定是 玩不过人家驱炮啊 哎 很郁闷的 就脱罪认负了